好我們現在呢馬上就要請我們台上的各位長官在平板上面來為我們簽署囉 好準備好了之後我們請長官請簽署 港口建設與發展呢是有賴於在地城市協調配合 那港口的盛興也能帶動產業的活水 城市發展也是牽動著港口的轉型喔 所以呢身為台灣港所在城市將與台灣港務補分有限公司以市港轉型 共融共好為共事目標 由於高中部指導台灣幹部公司主辦每年兩年一次的市港合作發展論壇 要到25號在高雄市市立道士館的總管來鼓勤 台灣有港口的設立館市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台中市、基隆市、新北市 與台南館、華年館都派出相關的市長來參加 開到電影中,秀仙市有的高雄部長 賀陳丹來含著大家講話 我們能不能夠把這個黨區裡面的一些歷史建築物 或者是一些適宜民居來變成是發展民宿 這些地方過去都覺得說是小小的點不值得發生大理期 可現在都要知道這些故事性的東西才會成為人家為什麼要來這個港 他要來這個港是因為他的貨有可能被加值 他要來這個港是因為這個港裡面有很多這類的故事 這類有益於其他地方的體驗 所以我們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做結合呢 就是我們今天施港合作或者港式合作共同 新秀九州參加的台南市長羅青特代表 這個港市的首長重大講話的時候是說 現在的港客發展應該是要一定要合作分担職業 來出台過期在政策管理的那種情形 來把三市的發展做好 整個港的發展不僅僅是希望能夠繼續肩負經濟發展的重任 隨著時代的變遷有不同的經濟的這個模式 但更重要的是也是要跟都市的景觀結合在一起 然後把人的軌跡引進來 讓人民有一個清水的環境可以生活 換句話說未來港的功能變廣了 未來港的功能也更深入到市民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方向應該會得到國人大力的支持 另外尊重到三市未來的景觀 這次都會放在整個港的發展裡面 現在台灣持續的在進步 不僅僅科技進步 經濟發展進步 產業進步 其實人民對生活品質的提升要求也很嚴格 特別是對都市景觀的要求也非常的有他們獨到的見解 但今天在這個合作的平台裡面 縣市長對都市的動畫的藍圖 也可以融入整個港的發展裡面 我覺得這物影對每一個縣市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三二一請敲鑼 達成港市轉型 共有共好的共識目標 同時也是請到我們本次論壇的完美開幕 為我們的港市市長轉型注入新能量 我們也再次的謝謝我們的合成部長 同時我們請長官先留步 先在台上留步喔 我們還要邀請行政院的